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中美政治局势对移民美国和留学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 当然我们尽量避免涉及到敏感的内容 可以讲到有一些劲爆的内容 或者至少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话题 这个话题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 比如说从川普上台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年了 川普上台又下台,美国新的中期选举都举行过了 贸易战等等,那是六年以前 再往前还有别的这样的冲突 奥巴马时期,小布什时期 比如说中国美国曾经有飞机相撞 那是2001年到现在超过20年了 再往前还有1996年军事演习等等 从这个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是其实大的方向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 马照跑,舞照跳,你生活还在继续 这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类比 比如说像冷战打了很多年 如果说你生活在50年代 就觉得美苏对立 这个事情我要参与 那我不能错过关注 每天关注政治新闻 冷战结束是什么时候呢 80年代末,一下30多年过去了 对吧,一下这一回首 我这30多年干了什么呀 我每天关注各种新闻 那这个影响到个人的生活 那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有一个可以相比较的地方 是吧 大国全球争霸也罢 这个什么世界大企业吧 这种事情可能要若干年 几个世纪对吧 或者几个年代 这样才能够几十年才能分出有什么结果 更清晰的结果 不至于因为这个就影响到个人的当前的生活选择 如果说一切都随波逐流 这个我们中国原来这个网站叫建政 就是说键盘政治 每天就讨论 这个男生可能像这样的多一些 对吧 女生有的时候可能关注政治话题少一点 但是有的女生会比较受周围的配偶 男朋友 男同学的影响 是吧 他们都说要怎么怎么样的 买完这个包以后 我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是吧 总之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衣食无忧 有更多的闲的时间 所以从好的地方学生比较关注时事 但是从另一方面可能 那不能因此说影响到个人家庭的实际的生活 对吧 不能因为凶缥缈的有的事情 每天说 哎呀 这个网上又传了有什么什么消息了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近又有这个那个时事的新闻 你当然可以留心关注 但是呢 因此如果说 这个荒废了 影响了其他的日常生活 家庭关系 对吧 那这个可能也就不值得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再讲一些别的地方吧 来说到呢 比如说关于说 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比较敏感劲爆的话题 但是我们这里呢 讲到呢 这个先从过去的历史来讨论 比如说呢 我们看到从民国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 明朝 元朝 一直到宋朝等等 过去一千年里 那我的观察总结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些政权 朝代啊 那都是呢 在发生了 大规模的战争啊 比如说这个 不管对内对外的这样的战争啊 那这个战争结局不利啊 像这样以后啊 这个非常规模大的 这样的军事行动以后呢 然后才会出现 有这个政权的变化 在那以前呢 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内部的严重问题啊 这个并不会直接引起这个叫政权变化更迭吧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呢 民国政府因为 抗战和后来的这个国共内战 对吧 清朝政府呢 也有很多这对外的战争失败 明朝呢 在最终灭亡以前 有很多这个 对关外关内的这个作战的失败 对吧 那么元朝 这也一样 对吧 这个宋朝 所有的都是这样 过去一千年这个历史都是这样啊 所以呢 那么这一点呢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觉得 如果说从好的地方解读嘛 今后五年十年啊 估计呢 这个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啊 一样嘛 照跑舞照跳啊 生活呢 应该还继续和此前呢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你预期说 哎呀 我这个呃 待在中国 我觉得可能说过些年会有 呃 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非常不一样 这个大概也不会有 对吧 那么如果你 呃 期待说想要有不一样的生活啊 那么 你 嗯 这个要考虑一下个人的这方面的选择啊 对吧 那我们 呃 只能说到这里 我觉得呢 这个 简单来说 如果说将来会怎么样啊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简单的回答就是 和过去一样啊 大概就这样 那么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说呢 可能是很好的啊 他喜欢就是说呢 简单要变化啊 这个稳定啊 对于有些人来说呢 可能觉得说变化不足啊 觉得说不够满意 那所以呢 这个因人而异 对吧 但是社会世界会怎样发展 这个呢 不见得是根据你自己的意愿 对吧 他有自己的规律 每天都会收到各种消息 那比如说 呃 昨天股市跌了 前天股市涨了啊 那明天股市是涨还是这样 对吧 那没有人能够确切的回答 那这个对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 呃 个人的这个影响呢 哎 这一点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在中国 我在体制内工作啊 或者我有家人在体制内工作 或者我呃 是党员团员啊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我办理美国留学移民 办理绿卡宪政等等啊 那这个呢 呃 简单的回答 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不会 你要说我是做情报工作的啊 我是做政工工作的 那当然不一样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 学生 科研人员 啊 工程师 医生等等 哎 这个呢 应该不会有影响啊 当然具体的呢 那还是要有一个工作历史 简历背景情况 啊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一个说明 还有一点呢 我们希望强调的呢 大家也都看到啊 现在的形势下呢 可能所谓左右逢源 脚踩两只船 这个恐怕会 空间会更小 大概在两边都会受到排斥 啊 那人各有志 对吧 你这个不管选择在哪里工作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我两边的好处都要站到 这个恐怕在运作中不太容易如愿 可能会这个事与愿违啊 那 像前面说到的呢 好多人都说 哎呀 这个最近情况又变了 疫情发生了 疫情结束了 啊 这个总统上台了 这个党又控制国会了 啊 这个绿卡又要排期了 又不排期了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移民申请啊 我的留学啊 对吧 那我们总结呢 根据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历史走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简单来说 像这样的变化 对于一般人来说 可以不影响 当然你要考虑到时代的潮流 但是呢 不要因为一些脚面上的喧嚣啊 影响到生活的本质啊 那潜在的申请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 有的讲到说 哎呀 我有亲戚啊 孩子啊 想到美国啊 留学啊 或者移民啊 可是现在是不是和以前又不一样了 你看这又过了一年啊 世界上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 哎 是不是说以后 这个就会有一些根本的变化 有的路就不能够再走得通了呢 不是这样的啊 简单来说呢 将来和过去这个还是有一些研习啊 一以贯指这样的这种情况啊 没有根本上的变化 那当然了 这个另一方面的呢 我们一直都是建议 先请人抓住机会 抓住时间啊 也不要错过机会 那尽量呢 在自己相对年轻的时候 完成各种手续 应该会更好一些 我们感觉啊 就是一样 前面也提到 就是说呢 很多人因为受到各种宣传的影响 或者呢 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看法 你当然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这些想法 但是呢 如果说因为一些错误的信息 而影响自己的决策 那可能就不值得 那关于美国移民的一般的流程啊 这些法规啊 关于机会啊 这些可以参考我们的视频和文章 那关于说这个政策稳定性呢 我们平常举的一个例子 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呢 这个框架是1965年通过的 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了 两党呢 都说这个移民制度要改革 如果大家还记得 川普刚上台的时候 推出有这个综合移民改革 说要改成大分制 这一转眼又六年过去了 基本什么都没有变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 那简单来说 就是和过去一样 那这是对于制度来说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当然不希望 每一年都和此前一样 那么所以呢 那趁着这个一切都还在轨道上 未来可以预期啊 现在做出某些行动 就可以有某些收获 我们建议申请人 尽快的采取行动 而不用因为这个 speculate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而失去这样的机会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中美关系 以及政治局势 会不会对绿海申请移民 带来影响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